小鬼子 你帮我完成这么大一件事 想让我赏你什么 也没什么 奴才就是想 求皇上一个恩典 说 皇上 奴才为皇上办事 忠心耿耿 绝无二心 如果有一天 奴才在外面 闯了点什么小祸 皇上你老人家可千万别在意 一定要饶我性命 别杀我的脑袋 就这么点事啊 简单哪 只要 你忠心耿耿为我办事 你这颗脑袋瓜子 会在你的脖子上呆得稳稳的 谢皇上恩典 行了 好威风啊 挺狠的 鬼风风 什么风 把您给吹来了 我也不想来 这地儿多慎得慌了 是不是 可是皇上他老人家呀 有命令 说让我来呀 帮着一起审一审 我看哥哥您也累了 咱哥俩轮班伸 现在轮到火了 您歇着 好好好 走 好 三位真姓大名 就凭你个小太监 也配问爷爷的大名 太刺耳了 算了 我大人有大量 不跟你计较 直说吧 我是受人之托 来这里 就一个叫刘依舟的 人 你们三个之中 若是谁叫刘依舟 就告诉我 要是没有了 我就走了 你受谁之托 一个姓慕 一个姓刘 铁背苍龙 你们认识吗 不认识 那我老婆你们应该认识 我这个老婆呀 姓方 单名 一个姨子 平时呢 我管她叫姨 胡复 你怎么知道我是胡说呢 我这个老婆 方姨 她呢是沐王府中 刘白方苏四大家将中 姓方的后人 沐王府的事情 你倒是知道不少啊 当然 我是沐家的女婿 沐家呢 那些事情 我肯定都很清楚啊 我一个当女婿的 不过说来也惭愧了 本来我这个俏老婆方姨呢 刚开始吧 她不肯嫁给我 她跟我说什么 她有一个师哥 叫刘依舟 说她跟她这师哥呀 之前早就定下了婚姻之约 她呢 挂念她的旧情人 所以呢 一直不肯答应嫁给我 但是也没有办法了 因为她的这个师哥消失了 所以呢 她就一个劲地求我 说让我来这里打探一下 看看被抓的人里面 有没有一个叫做刘依舟的 若是没有的话 那肯定是被人给打死了 那她嫁给我 也就心安理得了 糟了 我就是 你是谁 我 我 别想到 不说是吧 那好 那我就只能回去 拜堂成亲了 我就是刘依舟 我 我 对 我 你 他就是 我 我 你们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用大叔 我是个好种还是个孬种 我自己心里还不明白吗 你怎么才来啊 怎么 他嫌老婆 想我了啊 他生气嘛 我打听到了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我答答答这个消息吧 对于你来说呢 那一定是大好 对于我来说呢 那就算是大闹了 好不容易 到手的一个冷恋老婆 就这么 飞走了 可惜了 可惜了 我可算了 还是告诉你吧 你那个刘师兄 你啊 刘师兄怎么样啊 没死啊 刘师兄没死啊 则是没死啊 不过想活 也不太容易 你 柜大哥 求你一定要救救他 你说得容易啊 这是在哪儿 知道吗 这可是皇宫啊 想救他就能救的吗 再者说来 皇上知道了 不光是我的人头落地啊 不光是我的人头落地啊 连我们家的爹 娘 爷爷奶奶 四个弟弟 八个哥哥 三个妹妹 七个姐姐 八个大姨子 还有 反正那么多人一股脑子 全都被砍头啊 还有 家里的金子 银子 屋子 裤子 鞋子 背套子 全都得上交 多难过呀 也是 你要是不愿意救他 我也理解 只是刘师哥要是死了 我也不活 我 孟雍 还那么严重啊 看你这么伤心 不如 我们做一个 女情委员的交易 我救她性命 你做我老婆 逆生一世 永不反悔 只要贵大哥 能救了我刘师兄 不管你让我做什么 我都绝不皱一下眉头 好 痛快 我就喜欢你这种 不怕死的精神 等一下 姐 你真的要嫁给他呀 走一步算一步吧 咱们先迈出这一步 再想下一步 来来来 一人一杯端起来 来 来 咱们 立个室 这边 这边儿行 这边儿行 跪 黄天在上 预备 起 黄天在上 是吧 若贵公公成功救刘师兄脱险 小女子方宜将嫁贵公公为妻 若有违背 必万劫不复 对 来来来 快起来 我喜欢 明天我要见到小贵子的尸首 奴才一定完成主子交代的任务 活要见尸 死也要见尸 是要全尸吗 滚 喳 来 哎呀 贵公公 您 您 打算怎么救他们呀 多大哥都跟你说了 多总官吩咐了 一切听您的调解 那就好 来 那个 你们都退下吧 我得 再审认他们 好 走 怎么着啊 一个个的啊 困着不难受啊 还不说话呢 真不想活了 公公 我就是刘一舟 求求你 救救我们吧 残生怕死的东西 您是摇头狮子无理深 你呢 青毛虎凹标 是不是 还有你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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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提你 因为你自己告诉我的 你叫刘一舟是不是 对对对 我就是刘一舟 闭嘴 行了 一天到晚就会闭嘴闭嘴 你还会别的吗你 说正事 看看这是谁写的字 是方师妹的笔记 吴师叔 方师妹说 这位公公是来救咱们的 让我们一切都听她的 你拿给我看看 给大爷拿近点 拿近点拿近点 一天到晚你要求最多你啊 爱看不看 公公公公公 方师妹现在人在哪儿啊 在哪儿 放心 她呢 还算安全 把你们救出去以后 我在想办法救她吧 请问阁下尊姓大名 为何要施以援手 我呢 有一个好朋友 是天地会青木堂的乡主 名叫韦小宝 他的手下呢 有一个叫做巴比猿猴的老头 徐天川 之前呢 跟你们沐家的白寒松 争论是雍堂还是雍贵什么的 打起来了 最后呢 下手中了点把白寒松直接给打死了 对 你们那沐小公爷呢 还有白寒风就气不过 所以呢 韦小宝就找我帮忙 说把你们三个救出去 赔给沐王服务 这就是 以三命第一命 已故 双方的义气 原来是这样 刚才多有得罪 这是什么 我不告诉你 公公啊 来 碗都洗干净了 公公 你真是好都没话说 这又有鸡又有虾呀 公公 走走走走 别光咱哥俩喝呀 世卫兄弟们也都够辛苦的 一人上一碗酒 大家伙一块儿喝 谢贵公哥 还是大家伙一块儿 多辛苦 是不是 是是是是 来来来 敬您 小贵子 你在这儿啊 太后用你即刻去慈宁宫 这位是 这位是 我叫董金奎 你现在跟我们走吧 太后还等着呢 董公公 初次见面 咱们先喝一杯 我不喝 董公公 平日里呢 咱们和这些侍卫大哥呀 都处得跟好兄弟一样 今天初次见面 不喝完酒 是不是 有点不给人家面子呀 董公公 给给面子吧 不喝 小贵子 你快走吧 看来公公是真不给面子呀 好 何必呢 一碗酒的事 喝了这一碗 我就跟你上路 您要是不喝呀 恐怕咱们今天水都走不了路 这就对了嘛 给这三个小兄弟 也一人来一碗 大家一起喝 干 董公公 咱们一听太后宣赵 谁都是立刻拔脚飞奔而去 像你这么自顾自地喝酒 这可是大不敬啊 想知道为什么吗 那你就听我细细说来 我可没工夫跟你 这就 这就 有 不 我也没喝啊 我晕什么呀 我 真好啊 药区真大 上街真快 怎么样 我厉害吗 三位 咱们 赶紧的 换上衣服 我把你们带出去 你们两个就办事呗 我呢 太远了 我 好 好 别客人工夫一起按 按什么 不按 肚子好了 你还好意思跟我提肚子 我刚让你自从吃饭你给我送的猪 我天天拉肚子知道吗 不救人了 舅舅 舅舅 肚子跟舅舅有什么关系啊 舅舅救人的吗 跟小舅舅更没关系了 你别跟我这儿提亲戚 没有那个用 知道吗 你们两个 把他现在就给我拧出宫去 我再也不想见到这个人 舅 舅 贵公公 我没舅舅 我没娶媳妇 在拉我小舅子 舅舅 舅舅 我 我干什么 你 跟屁柔 跟他 你们俩把这都住 他要屋里去 走 走 走 还没醒啊 小爷 我人都放完了 还给这儿睡呢 要筋太大 上筋太宽 走 空空 此刻都放走了 必须的 那就好 好吗 我怎么觉得 是大大的不好啊 公公什么意思 我问你啊 那是不是多总管 多大哥 派你放的刺客 是啊 多总管说 是皇上的秘质 那我问你 如果 这牢房 丢了刺客 看牢房的人 是不是有罪 那此人有罪啊 不过这是多总管 吩咐一下 属下这是奉利行事而已 可是 有守令吗 没有 那不就盘了 空口无凭 你说是人家说的 就是人家说的 谁信呢 再者说了 这刺客逃走 如果不追究的话 刺客都不相信 弄不好啊 皇上他往人家 就得杀几个人 张扬一下 好让刺客不起疑心啊 你想想 当那个时候 皇上 第一个杀的 会是谁 公公 快救命啊公公 大哥 一定自然跟你说了 肯定就是有办法 这不就有现成的了 这肯定啊 是太后派来的 董公公 用蒙汉药 把咱们所有人 都给迷倒了 然后 把这三个刺客 给救错了 对 就是他 就是他 公公盛名 所以大哥 知道怎么来了吗 明白 公公 先回避一下 免得捡你一身血 慢慢地啊 不着急 好好好 慢慢来 慢慢来 慢慢走 死在围间 把累死了 不是 头神吗 我 等着呢 等着呢 小楠楠 坐门槛 皱着眉头瞪着眼 老公回来告诉你 那个白眼狼 我给你们救出去了 真的 那还有假 告诉你们 什么叫真正的一搏云天 侠肝一胆 不过男子还 最重要的就是一天 是一诺千金 刘师哥怎么样啊 他问我们了吗 跑得多来快 不会吧 不会吧 一出了工门 速脚 撒牙就跑了 我这一张眼功夫 再睁眼 人呢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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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们俩说 我也是亲眼从尽 我才知道 原来这世界上 还有这样的人啊 我连猜都不用猜 就那天晚上 是不是 他自顾自地 撇下你 都跑了 那样 你才进我这屋的门 是不是 说对了吧 但我还告诉你 你就收高相吧 你得亏是没跟他一块儿跑 你要跟他一块儿跑 你也得让人给逮起来 你要是落在那些示威手里 有你好受的 生不如死 你又挑裤腰带 你恨不得得把自己给吊死 知道吗 你这样 你应该把自己给吊死 你也认为 哭了 哭谁呢 哭我自己 这就对了 你那儿还疼吗 更疼了 心疼吧 这就对了 好了 好了 看看他 看老车眼 可怜 皇上 是 皇上 奴才 拜见皇上 起来说话 谢皇上 办成了吗 妥 全妥 不过 就是节外生了一点 小支 什么小支 奴才 奉 皇上的圣旨 用了自己的一点小计策 用门焊药 将 看守那些刺客的侍卫全都给迷倒了 本来呢 我就要带那些刺客走了 这小支就来了 谁知道太后派了四个太监 来 要处死那几个刺客 所以我就 你把他们杀了 你把他们杀了 本来我 我不敢 后来我脑子我就飞快地转起来了 我 我就 我就想 我说如果 我要是让那四个太监 把这三个刺客给杀死了 那皇上那么高明的计策 不就没法实现了吗 所以后来我一咬牙一跺脚 我就 后来呢 后来 后来 后来要不是说皇上英明呢 果然不出您的所料啊 这些犯贼就是云南牧家的 我就说吧 是吧 还有让您高兴的事呢 说 由于我在这三个刺客面前 把那四个太监给杀了 这帮犯贼对我那是深信不疑 你出了宫以后 马上要给我论凶你 我说你别 别落这个 别落这个 没有 没有用 我走了 我走了 又落着我不让我走啊 非要跟我自保家门 有一个 虽然大一点 满脸胡子拉叉的 长得跟狗似的 叫摇头狮子 吴立身 还有一个那大脑袋 跟冬卧似的叫敖镖 另外一个 属于跟闷狐狸一样呢 跟太太似的 叫刘依舟 我说行了 那都认识了 那就江湖再见吧 告辞 又拉着我 又不让我走 千恩万谢 非要带我去见他们主子 这小脑龟 我这又飞速得那么一转 得逞了咱们 这不就是您说的吗 放走小狼 去找母狼 咱们 咔 后来闻晓 那行吧 我先稍微一拿糖 后来 我叫借坡下驴了 就跟他们走了 到了那以后啊 果不其然 一介绍 沐建生 沐小公也 我一听这名 齐了 皇上您英明啊 果不其然 就是云南沐家人的 而且这沐建生啊 还有一师父 说是武林高手 叫什么 铁背苍龙柳大红 您熟吗 不熟 那你还记得他们住在哪儿吗 当然记得了 我从哪儿回来的呀 您是不是想派平抓他们去 完了 为什么 这第一呀 太平不是傻子 这第二呢 我出门的时候 我个瞟见了 我看好些人跟他干嘛呢 搗搗 卷铺盖卷 我估计都已经走了 说得有道理 也罢了 已经知道幕后主使是谁了 既然这次抓不到 也没有什么答案 就怕 咱们被人蒙在鼓里面 上了别人的当 还不知道 可不是吗 要不是皇上您聪明呢 您要不出这招 我们做奴才的 哪儿想得起来呀 要不说 皇上英明 皇上英明呢 行了 跟我去慈宁宫 给太后请啊 别了 你 皇上 我把太后手下的 四个太监给杀了 我怕 可能太后也杀了我 你杀了太后手下 四个太监 我总要为你解释一下的 你别了 为什么 您想啊 本来太后什么都不知道 您这一解释 她什么都知道了 男子汉 大丈夫 做事要光明磊落 更何况你是为了我 才杀人的 放心吧 太后他老人家 不会为难你的 走吧 你别了 又怎么了 慌了 有件事您不知道 什么事 什么事 太后 太后怎么了 太后想我嘴碎 化蜜 我怕我一会儿到了她那儿 我这一张嘴 她打我 而且她还不自己动手 她怕胖狗女打我 胖狗女打累了 还得让我吃滚油涮乌鸦 可烫可烫了 你这次把嘴闭上 听我说 走 儿臣给皇额娘请安 小小贵子给太后请安 起来吧 谢太后 我让你起来了吗 之后没有 皇额娘 那几个刺客 是我让小贵子放了的 我本来呀 是想杀几个侍人 取得刺客的信任 没想到 被那几个太监撞上了 皇额娘 小贵子也是为我办事 您就别为难她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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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皇上都发话了 哀家还能说什么呢 谢皇额娘 小贵子 你倒是能干得很呢 皇上英明 奴才只是奉旨办事 说话越来越得体了 回太后 回太后 奴才在宫里也有些食欲了 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奴才懂 太后您放心 很好 既然你在外头给皇上办事 那有没有去天桥啊 买了冰糖葫芦吃没有啊 冰糖葫芦 冰糖葫芦 小贵子 你去外面买冰糖葫芦了 你没用给我吗 不是不是 皇上 那 那 那我再怕那东西太酸了 回头把皇上的牙给倒了 就不好呢 小贵子 你跟我这么久 我爱吃酸鸡你不知道吗 明天出工给我买十串 买不了了 为什么 都改行了 改行我做什么了 说呀 你说呀 太后问你话呢 这 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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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馒头了 这倒挺有意思啊 卖冰糖葫芦的 转行卖馒头了 皇上啊 你说我久居深宫 对民间奇闻去世好奇得很 要不就留下小贵子 给我好好讲一讲 好啊 那你就留下来吧 这皇宫终究不是我们常呆的地方 啊 这皇宫终究不是我们常呆的地方 既然咱们伤都已经好了 那赶紧走吧 可是 贵哥哥还没回来呢 怎么 你舍不得走啊 走吧 他救了我们的命 我们总不能不辞而别吧 师妹 你要清楚 他只是个小太监而已 你只能拿他当朋友 走吧 我们拿他这么多东西不好吧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计较这些的 师姐 咱们这样出去行吗 不行 拜见公主 我要见黄宫终究竟 我要见黄宫终究竟 王上正在处理政务 请公主切不要打扰 我不看你们 我不看你们 你们也别看我 把眼睛给我闭上 闭上 不看你 皇上正在处理圣舞 公主切不可打扰 皇帝哥哥 皇帝哥哥 皇帝哥哥你出来陪我来吧 皇上口谕 借您再胡闹 让太后家伐处置 北京 都看着我 把头踩起来 一群没用的东西 朝廷花这么多银子养着你们 有什么用啊 我摔倒了 我手划伤了 还流血了 你们看 不得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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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的手受伤了 你们快看都流血了 皇帝哥哥 出大事了 公主的手流血了 我手划伤了 皇帝哥哥 皇帝哥哥 皇帝哥哥我手受伤了 皇上口谕 借您 你立刻回宫 朕传太医去看你 特医 你自己吧 还不得了 医院 快点快点 这日子没法过了 我死了算了 这日子没法过了 我去死了算了 活着有什么意思啊 我去死了算了 我去晨堂了 我要去晨堂了 我要晨堂了 我真的要晨堂了 我 我要跳了 我真的要跳了 我跳了 得入神啊 生在万花丛 长在香烟中 满眼尽是茶自咽红 一朝如江湖 苦雨又欢风 不便是你风轻万轴 双眼球播送你弄过烟 柔情你把你保佑 踏遍天涯路 挺靠你怀中 满满人生最美是相逢 都说你是英雄 都说你是英雄 刀光剑影 拼不出你的梦 富贵荣华 一场空 何惧命运来捉弄 谁说你是英雄 谁说你是英雄 风华背后 只有我最多 天药 天荒地老 情最终 古道斜阳 风影相聪 生在万花丛 长在香烟中 满眼尽是茶色掩红 一朝如江湖 无欲又欢风 不便是你风轻万轴 双眼球播送你弄过烟 有情你把你保佑 踏遍天涯路 挺靠你怀中 满满人生最美是相逢 都说你是英雄 刀光剑影 拼不出你的梦 富贵荣华 一场空 何惧命运来捉弄 谁说你是英雄 繁华背后 只有我最多 天荒地老 请最终 古道斜阳 风影相聪